欢迎你来炮新闻 沙巴东海岸又不太平了 六名手持重型武器的枪手 七七二晚上在仙本纳海域和拿赌海域抢劫两艘渔船 并掳走了其中一艘渔船的船长 六名驾快艇手持M16和M14来辅枪的男子 星期二晚上9点50分在仙本纳海域登上一艘渔船 抢走27名船员的手机和财物 并将39岁的船长鲁斯兰掳走 这群枪手过后在拿赌外海抢劫另一艘渔船 抢了船上两个75马力的发动机 19名船员的食物 钱财和手机 无论如何沙巴海事局目前无法确定鲁斯兰被枪手带到哪里 不过他很大可能会被带到菲律宾南部 与竞选门2.0势部两立的红山军 今天表明将会号召支持者 与竞选门5.0集会造势活动对着干 他们还扬言10月1号会到槟城抗议 林冠英领导的民主行动党槟城州政府 红山军领袖加码今天召开机总会 扬言要发动红山军2.0集会 召集所有支持者到竞选门 昨天公布的六个竞选门5.0集会造势活动的 灰奇地点新山洪图坎 哥打巴鲁 加洋梅里及山打根裁创 红山军也将指导民主行动党执政的槟城 洪山军表明将从10月1号开始 每个星期六展开示威 抗议非法召集的竞选门5.0集会 人民公正党属里主席蔡天强被控三年前的5月13日 在龙雪中华大会堂举办的一项讲座上 发动煽动言论 今天被吉隆坡地方法庭判处罪名成立 接近三个月合罚款1800令吉 蔡天强是被控发表起来和走上街道等字眼 今天被地庭法官祖海思南裁决 有关字眼煽动民众推翻民选政府 触犯煽动法令 罪名成立 由于被判罚款没有超过2000令吉 监禁不超过一年 这让蔡天强保住八都国会议员的资格 无论如何 蔡天强透过代表律师苏仁德南 申请暂缓执行 以等待上诉到高庭的结果 获得法官批准 马兴总团长张盛文表示 国内在野党针对来界大选成功夺权以后 由谁来出任首相产生矛盾 反应在野党各怀鬼胎 只是为了想要夺权 没有想过要如何去治理国家 也是教育部副部长的张盛文 今年出席新报NIE Game for Life颁奖礼后表示 在野党阵营在首相人选方面 没有达成共识 前首相敦马哈迪的土著团结党和希望联盟 根本没有真诚的合作 只为了本身各自的利益 敦马哈迪说如果反对阵营 在这一次的选举 重选成为政府的话 那么当时莫非定将成为下一届的首相 那我想这个也令整个反对党阵营 内部出现很大的矛盾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他们共同的共主是安华 那现在他们又拥抱着马哈迪 但是马哈迪要的人却是某一令 常识我们肃请民众了解 多个在野党倡议的在野联盟 是不值得信赖的 因为他们只想要夺权 没设想要如何治理国家 新加坡一名中年男子 昨晚将两岁男童 经过在政府组屋单位 经过警方长达17个小时的对峙 警方终于在中午12点开始 展开行动 成功救出男孩 逮捕中年及男童母亲 新加坡警方在昨晚6点44分 接到头报 一名39岁的男子 与两岁男童的家人起争指后 将自己和男童繁琐 在38望通道第462座组屋 5楼的一个单位 红帽桥警署及民房部队 赶到现场与男子展开谈判 男子在谈判期间一直开着大门 不过铁门深锁 新加坡媒体一度报道 男子是两岁男童的父亲 有关组屋单位的邻居表示 事发单位时常传出吵架声 过去几个星期多次看到警察上门 经过17个小时的禁锢后 警方破门闯进组屋单位 救出两岁男童 同时逮捕了禁锢男童的39岁男子 中度台风梅基夹带强风 豪雨昨天下午过境台湾 截至今天中午夺走了四条人命 造成329个人受伤 台湾陆海空交通几乎是全变瘫痪 梅基台风昨天下午两点 从花莲登陆后 霸风圈笼罩全台湾 全台各地都刮起强风 造成程度不一的破坏 狂风大雨让行人和摩托骑士寸步难行 许多受伤的人是起车摔倒 或是走路被风吹倒受伤 另外一些人则是被倒塌的硬物砸伤 台湾农委会已经发布86条河西 5个县和8个乡镇处在红色警戒 黄色警戒也提高到700条河西 和15个县市之多 台湾昨天有270趟国内航线班次取消 国际航线沿误高达405班次 另外138趟班次取消 从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感受到 梅基台风的威力 强风设置出一番正在国道彰化路段 行驶的一辆旅游巴士 旅巴的28名日本游客受困车内等待救援 至少有7名日本游客受伤 受伤的日本游客过后纷纷被送往彰化绣船 纪念医院解救 这7位都是日本人 目前年纪所知道大概是50到60之间 其中有3个是男生 4个是女生 比较严重的伤害有一个 骨头断裂的目前比较明显的也有一个 其他都是皮肉伤 镜头转到台中市 经骚大楼重建工程的阴架 在台风天突然倒塌 一辆汽车遭到倒塌的阴架压重 车上两名女子分别受轻重伤 其中一名伤者是28岁的马来西亚女子 丽家印她的伤势严重 日本动土校演员古板大魔王的洗脑 审取苹果黄礼笔风靡全球 大叔昨晚就通过个人面子书籍YouTube 上载了苹果黄礼笔的舞蹈教学视频 要你好好的学习 就看在全球粉丝们都那么喜欢苹果黄礼笔份上 日本霸王黄一大叔就好好的教教大家 他为这首神曲创作的舞步吧 一二三请你跟我这样做 前面很简单反正双手轻握拳头 脚跟着轻轻提起90度 哇多卡外的动作 跟着左右两个方向不断重复 到了副歌的部分要特别留意咯 很多人都会把苹果黄礼转错方向 只有掌握好握笔的手势 和苹果黄礼放在一起的顺序 才能形成Pen Pineapple Apple Pen Apple Pen Pen Apple Pen 这次是这次是这次的 Apple Pen Pen Pineapple Pen Pen部分を持续 Done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古板大魔王这么一说 原来这首歌的玄机一点儿都不简单呢 你学会这首歌的舞步了吗 翻唱这首歌还不够 这次还要翻跳呢 看来这股苹果黄礼笔神曲的风 还会吹好一阵子呢 这就是今晚的炮新闻 我们再见